记者江志雄宜兰报道 农村人口老化 代耕成了趋势 宜兰县有一万一千公顷水到田 90%由代耕业者管理耕作 目前进入一期到做抢收期 县内割稻机不复使用 从中南部紧急调派机据北上支援 大型割稻机穿梭田间发出巨大声响 呈县大军压境长景 农村轻壮人口出外谋生 出现严重人力缺口 代耕应运而生 宜兰县代耕业者估计有300户 已是不可或缺的农耕部队 武捷乡代耕业者简直好说 宜兰县现有300辆割稻机 割稻季节仍不够用 中南部一期水稻已在5、6月完成收割 这段期间出动150辆割稻机到宜兰支援 换言之 全线约有450辆同步加入收成行列 水稻收割几乎全面机械化 简直好说 割稻机一天运转12到16小时 工作效能惊人 以120匹马力割稻机为例 16小时可收割6公顷水稻 底上120名人力 适时填补农村人力缺口 宜兰县一期水稻收割在6月中旬启动 预计本月中旬告一段落 东山乡农会常务监视谢茂山同样从事水稻代耕 他说 割稻机以大军压境之资 开进田间割稻 没多久时间 金黄道岁北宜为平地 收割后种植绿肥培养地利 明年春节前后插秧重新再来